我们讲说血压 血压也很好玩 我们人的血压大概就 190到140 正常之间 超过140 我们现在说130就叫高血压 低于90我们叫低血压 那动物之间呢 我们当然普鲁类动物 我们也会去量他们的血压 那最少的我们就不讲 也没有真的量那么多 但是最高的血压非常好玩 不去讲应该没有人会想到 但是一讲你就觉得很合理 我们普鲁类动物当中 血压最高的动物应该是哪一种 有没有人猜得到 血压最高普鲁类动物当中 可能大家这样子问 大家会没有概念 但是一讲你们可能真的觉得说 合理合理合理 血压最高的是什么生物 普鲁类 OK血压最高的 它叫做长颈鹿 长颈鹿 长颈鹿血压最高 为什么真的当初不讲没有感觉 但一讲就合理啊 因为它脖子长啊 为什么脖子长血压较高 因为我们的血压是什么 就是我们心脏要收缩 把血液打出去 打到全身嘛 对不对 那它脖子那么长 你血压往上冲 冲到脑袋 我是不是要很大的压力才能把它冲上去 所以长颈鹿是血压最大的 为什么 因为它脖子很长 所以血压最高是长颈鹿 那它血压能高到多高 它的血压 我们刚讲人是110左右嘛 对不对 它的血压到350 它的血压到350 是我们人的三倍哦 所以它的血压非常的大 三倍 如果人有这么高的血压 人早就昏了 对不对 早就抱血管嘛 早就血管就破掉了 但是长颈鹿不会 因为它在运送过程中慢慢的往上送 所以越到高的地方 它的血压越来越小 但是还是很大 所以它的大脑的底下会有一段 一个构造去 去把血压降低的构造 好简单的讲 好而且最好玩的是 长颈鹿好玩的是 平常它站着没有问题 血压慢慢上去 血压越来越少 到它的大脑 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它低头喝水 因为它低头喝水 它要把它的头弯到底下去喝水 当它喝水的时候 所有的血液冲到它的大脑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 但是当然了 它里头身体里头是有机制去防止血液 血压太大爆血管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危险 所以这个还蛮好玩的 长颈鹿 血压很大 所以最长 血压最高的认识一下长颈鹿 而且长颈鹿 我上次有讲过长颈鹿的脖子有七节 对不对 跟我们人一样都是七节 我们的颈椎都是七节 都是 上次有讲只有树篮是九节 对不对 好 那除了这个七节之外 长颈鹿还有一些很好玩的一些东西 因为今天讲到我们顺便来聊一下 长颈鹿的 公长颈鹿和母长颈鹿 它们两个喜欢吃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都知道长颈鹿会嚼叶子 对不对 以前都有学过 为什么长颈鹿是脖子越来越长 因为它们喜欢吃高处的叶子嘛 然后短颈鹿就死光光就剩长颈鹿 好 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件事哦 长颈鹿中间 熊的长颈鹿 它喜欢吃树枝的叶子 高处的叶子 但是 雌鹿 母鹿哦 母的长颈鹿 它却喜欢低下头去吃叶子 很特别哦 一个熊的吃高的 母的吃低的 它们才不会互相抢到 所以这个真的是 安排的还不错 还蛮特别的 一个吃高一个吃低 好 然后长颈鹿除了这个之外 长颈鹿还有一个也很好玩 长颈鹿其实在地球上来讲 它也算是最大只的一个陆地上的生物了 最大只的我们知道有像 犀牛啊 像大象对不对 但事实上长颈鹿也很大只嘛 因为它五公尺多 五六公尺最高的 好 然后长颈鹿 它除了大之外 它的舌头非常大 它的舌头 伸出来有多长 四十六公分 哦 四十六公分 所以很夸张 对啊 长颈鹿用脖子啊 没错哦 长颈鹿是用脖子打仗 Shadow Shadow Vari哦 没错 长颈鹿很好玩 长颈鹿打仗 你会看到两只熊长龙 用脖子在那边互甩 我用脖子甩你 你用脖子甩我 你用脖子在打仗 哦 还蛮好玩的 后打到谁说 应该好像很少听到脖子断掉嘛 长颈鹿 对啊 但打仗的时候 这样打架 会不会造成血压太高 暴血管 应该也是有可能啦 哦 所以他们就用脖子打仗 还蛮好玩的 那长颈鹿刚刚讲 舌头有四十六公分 还好我们没有那个什么 我们就有人说吃猪蛇嘛 吃牛蛇 就没有吃那种长颈鹿舌 要不然四十六公分 蛮恶心的 长颈鹿舌头 哦 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玩 长颈鹿怎么睡觉 大家有没有想过 长颈鹿怎么睡觉 长颈鹿 基本上他不是不睡 他会睡觉 但他睡觉只是站着睡觉 站在那边睡觉 那当然啦 有的时候可能旁边有个东西可以靠 他稍微靠 靠一下靠在树上面 那他这基本上是站在那边睡觉 好为什么 因为你们要知道野生的长颈鹿 如果说今天他坐下来睡觉 趴下来睡觉 躺下来睡觉 一旦有危险 他就很 一旦有那个狮子老虎来 他就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站起来 需要时间 跑不动 所以他会站着睡觉 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就可以跑 好 所以他都是站着睡觉的 但是呢 也不用担心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能每一次睡 才睡个几分钟几分钟 有时候可能几秒几十秒 他就眯一下而已 然后就会醒来 眯一下就眯一下 他们很难真正的熟睡 所以他很特别站着睡觉 但是呢 他们讲 有发现在那个动物园里面 长颈鹿还是会躺下来睡觉 因为他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安全 所以有的是躺下来的 是变成这样子 渠在那边睡觉的也有 所以野生的长颈鹿是站着睡觉 但是呢 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 他们还是会躺着睡觉 长颈鹿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要讲 长颈鹿的心脏也很特别 好 我们人的心脏 大概都要知道 普鲁类的心脏 左边的心脏 和右边的心脏 我们分为左心和右心嘛 两个心脏的厚度不太一样 好 因为一个心脏要把血液打到全身 一个心脏只要打到我的肺部 好 所以说我们的左 左心是比较厚 因为他要把心脏打到全身 好 那长颈鹿的心脏就很特别哦 长颈鹿的左心右心也是一样 但是他的大小却差很多 长颈鹿的左边的心脏 比右边的心脏 厚了大概五倍 他左边的心脏才厚大概 右边心脏厚一点五公分 左边厚了八公分 很夸张 那个大小就差很多 所以他的心脏 看起来是有点歪的 就跟我们真的讲 叫偏心 人的心脏看起来其实有点歪的 因为我们的左右心是 又有点差差距 但是长颈鹿差的更多 好 好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长 长颈鹿的心脏比较特别 大家认识一下 长颈鹿血压最高的心脏 血压最高的动物 长颈鹿 好 所以呢我们大概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血液循环系统 大概讲到这边 我们的血液大概认识一下